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姜汁状奶 姜汁状奶当然需要姜 奶 最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測量温度的測量器 我今天做一壶姜汁状奶 首先把姜洗完整 拍着皮洗完整 先来炸姜汁 把姜拍着皮 我喜欢姜没有太多的筋 这样拍着皮 有时喜欢在公司做姜汁状奶 给我的同事吃 我的同事很喜欢吃 洗干净 洗干净 还需要刨的姜汁 如果你喜欢吃辣 可以多放一点姜 不喜欢那么辣 就不要放那么多姜 我自己本人喜欢姜汁味酸 觉得冬天吃比较软 可以更安心一点 差不多了 一个人的份量 拿着姜 姜溶出来 姜溶出来 然后我们就 用碗来 把姜拿到的汁 把姜拿到的汁 好似乎 好似不是多的 再来点 辣一点 因为更厚 多些 拿着 大约 一个汤匙 多一点 我想这个汤匙 多一点 ok 我用这种牛奶 那些是全脂奶 全脂奶 就比较肥 但是呢 就比较香 做出来的感觉 就会比较好喝点 好似的 姜汁呢 其实最重要呢 是 哪个温度 如果说摄氏呢 就差不多是75度左右 华氏就大概是175度到185度 之间就ok了 摄氏就应该75度 不要超过80度 80度 要是我做起上来 高一点 就是姜汁撞不上去 现在是不会结的 不会成功的 会成功的 有什么用呢 让大家看着 慢慢上来 现在还没有 现在 59度 了 64度 我刚刚说75度左右 现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试一下温度 多少度 因为天气冷 温度很快就掉下来 差不多了 ok 那些奶煲好了 就这样撞到姜汁里面 这样倒下去就可以了 刚刚好一碗 如果你们喜欢吃甜的呢 就给糖 因为不喜欢吃甜的呢 就可以不用给糖的 做完之后呢 用个碟 可以 搅着它 大概5-10分钟 它就会结成 就是姜汁撞了 就会撞成了 一会儿5分钟之后 我们再见 现在打开了 你放点匙羹上去 它不沉下去 就是成了 就是搞定了 好滑的 好香 好香 那些姜味很重 因为我自己 不喜欢吃甜的 所以我不会给奶 如果你喜欢吃甜的 你放点糖 像我现在这样 你可以放点蜜糖 在那里也行 很好吃 好 谢谢 那么 我会帮你 有一点 好 好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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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